作为马继先生的同辈 等于班主郭德纲的师叔 再等于说 有着师爷辈分的谢金 和土孙们在一起收相声 究竟有多好玩 本期视频 顺哥带你了解一二 自从谢金生二胎后 再等于说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尚小菊 除了给老祖送上祝福外 还得给这位刚满月的爷爷 送上红包 看着比自己儿子 小不了多少的爷爷 属实是不能怪尚小菊 想动手了 我把谢金叫老祖 没错 马前两天给我生爷爷 不过 小菊行动之前 最好叫上自家师哥刘晓婷 毕竟二哥 可是一直想要把师爷谢金挂在墙上 作为师爷 能被孙子辈的这样调侃 那怪不得谢金一直想要生二胎了 我给尚小菊生了一个爷爷 怎么样各位 谁一下能生好几个爷爷出来 我以后不收徒弟 我就生爷爷玩 就成了 别人送祝福都是 谢谢师爷给自己生了个叔叔 到了尚小菊刘晓婷这 就成了感谢老祖 给自己生了个爷爷 不仅是在辈分上 谢金拿捏小字刻 下了相声舞台的师爷 也能把盛小菊坑得五迷三道 谁请谁也不行啊 今天我请 好 这面还真好吃 就是有点辣 太酸了 老板 结账 多少钱 99 99 你等会儿别着急啊 你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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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结账呢 你大哥不结了吗 没有 没结 多少钱 101 他没找一找啊 哦 大哥 总是男兵关事 提前说好的请客 最后还是尚小菊结账 师爷还不忘顺走小菊一瓶水 不过小菊也别生气 毕竟 掌握德云社演出的副总阮云平 都能在谢金的嘴里变成孙子辈 马凤英是不是你啊 马凤英那是鸾云平那是 是什么 哦 鸾云平 认识 那是我的爱孙呢 那是 哎呀 软软在哪里 人家儿徒爱徒 您这儿儿孙爱孙 是吧 虽说谢金在等于社里的辈分大 但只要提钱 谢金直接一整个拒绝大动作 借钱无果的靖贺兰 向极的借钱都要填申请表的徐小竹 不过出乎事个意料的 却是为了省钱 甘愿自将辈分的谢金 我现在给孙岳磕头 你知道吗 我过年过节 虽然也给我了 两千个人 听完谢金这段话的孙岳 怕是要连夜收拾行李 逃离北京了吧 毕竟谢金敢改口喊爷爷 孙岳也不敢答应啊 除了孙岳不敢随便应承谢金外 作为实质辈的孟贺堂和周九良 更是直接在舞台上跪下 还有前段时间 频上热搜的张九南 在十一谢金这里 也是没讨到什么好处 同一离婚沦落人 事业谢金除了开导九南外 似乎也只有舞台杂卦 这一条路了 虽说谢金有着高于常人的辈分 但无论是在舞台上 还是在私下生活里 谢金从来不仗着辈分装腔做事 甚至上下班的时候 还会骑着电动车 虽说师爷的电动车车评 被偷了好多次 但只要看到谢金骑着电动车 后座带着李赫东的时候 摄哥的嘴角还是忍不住上扬 也正是谢金接地气的风格 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他 这样的师爷谢金您喜欢吗 欢迎留言告诉摄哥 今天又是鸡带酒粮来看我视频一天 喜欢的话订个关注呗 谢谢观看